透過電子登記消費券的市民 明天開始可以領取第二期本項 另外17,000個重新登記的人士 明天開始都可以領取第一期本項 由學家進步 首期2000元電子消費券 全港超過一半人已經用完 市民如果在7月17日或之前 上網登記 選用八達通拿消費券 星期五開始可以去到港鐵站 便利店或指定超市 拍攝領取第二期2000元消費券 用完頭兩期4000元 12月就可以拿下剩下的1000元 7月17日或之前 上網登記用支付寶 WeChat Pay 或Tekman Go拍照的市民 第二期3000元消費券 便會直接傳入APP內的電子錢包 年底之前要用完 至於7月18日或之後上網登記 或經書面登記的市民 便需要等多一個月 11月1日才可以領取第二期的消費券 對於早前有大批獎者 因為收不到消費券 上到秘書處排隊查詢 當局說有近19000人重新提交資料 當中17000人 星期五開始 可以拿回第一期的2000元消費券 其餘的可能是重複登記 或資料出錯 不符合領取資格 有線電視記者 學期一進報道 一看